Hello 大家好 現在分享少少網球教練的事情 我們上課你聽我的聲音還在recover 上次我們1級的網球教練課程有8位 非常好 有LV2的2級 我們有4位 有2位是returning去進修網球教練 這段時間大家都知道 網球場是最低成本的 如果大家開店時辛苦的朋友 網球教練球場已經是你的店舖 但你不用6個月去租 要預訂場才去租 一籃球、球拍就可以教 但你要懂得教才行 所以之前的課程有8位非常好的課程 有一個是基師 基師也會來上課 基師是懂得打網球 他也會來上課 下課教練排 他立刻 那天我提過和大家提過 已經有人請他了 他很高興 很感謝我 他非常高興 可以開工 其實有很多朋友都喜歡打網球 我們可以把你這個興趣變為事業 我們LV1就教Beginner Beginner 我們教你如何教初學者 初學者 你不要經常看那些 有些人說 我想要玩一下 玩一下 其實要很小心地玩一下 因為待會玩一下 手腕便會弄傷 其實教初學者 是最難教的 知道嗎? 不過如果你有一個系統 你會很快去上手 他不會這麼快變成Beginner 他會很快變成Intermediate 他會很快感受到如何打球 來回拆球 各用的Spin 當然我是TopSpin 用Spin 去maximize 但他很快會是Intermediate 當然 你LV1的Coach 不是一上完之後 就變成世界級Coach 但都夠用 你立刻可以做一個Part-Time 做一個Full-Time Full-Time的TennisCoach 這個我們會在Business of Coaching 會跟大家分享 因為小弟讀精算 不代表精算是甚麼 但我們會有些Business Concepts 會令到一些教練 剛剛開始 怎樣去做教練 或者做了很多年的朋友 可以把他的生意 更上一層樓 但做網球 教網球 都可以賺到錢的 各位朋友 但你要懂得如何去學習 你要去Learn 你要去學習才可以 大家都知道 很多朋友在這個行業做了很多年 不過 師傅那些會知道是要不斷學習的 何況剛剛入行的朋友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在課程中 會教各位朋友 很快 怎樣可以教一個Business 讓他們感受 最少兩種方法 怎樣去學正手、反手、網前和Wally 這些是一定要懂的 用微波、猜球、比賽形式 讓他們感受到甚麼是網球 當然 我再重複 Level 1 是讓他們感受 得開始 他們享受這個遊戲 才會繼續回來找教練 如果你認識 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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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一個Facebook Page 非常聰明 然後繼續去做 其實他們跟我溝通了 各人各人 我們繼續給他更多東西 讓他可以運動得更順 其實他們已經在教練 他們其實很聰明 我非事講名 他們兩個教練一起拍攝 攻擊大家的人物 非常好 因為他們兩個人的power 比一個人多 這個系統非常重要 當你們知道怎樣去教初學者 他們懂得感受 你會慢慢奪行他們 奪行他們去Lv.2 但Lv.2要先懂教 當然上完Lv.2 你會有時間去練 很多人會覺得 我要準備好才上 其實你不能準備好 我都沒有告訴你要做什麼 所以這是錯的 這是誤解 記住 因為小弟我教 我會有點懶惰 所以你不要預算是一個很傳統的 我們做事是不傳統的 我們不傳統的 我們跟外面的牌子不傳統的 當然他們有他們的方法去做 which is good 那你就做回傳統的方法 但我們是不會跟傳統的方法做 為甚麼 例如我們會跟大家說 一來到 你們的Lesson 不是我的Course 你們有問題 馬上問 我們會有on the spot translation 我們會immediate 有demonstration 例如 我會跟你說 我做不到 你不要信 我做到你才好信 這是很重要的 為甚麼呢 你們要用的習慣 即我們教出來的教練習慣 就是 你要做給學生看 要不然 他怎會相信 你想用我做不到的事 你不要信 我做到你才好信 這是一個demonstration 有甚麼問題 我們會用一個 easy的方法去解釋給大家聽 這就是Lv.1和Lv.2的日子 August 那個時間 我不全部寫在這裏 因為Description那裏有寫的 我們有個early bird 那位教練 朋友 想透過網球 你的興趣 變成事業 快點來上 因為 大家如果有留意到 喜歡網球的朋友 這段時間 很多人打網球 我們有一位教練 我們有一位教練 在平台 叫做Hello Toby 他就是 Hello Toby 也是我的朋友 雖然我不喜歡 Hello Toby 因為我們的客人 不會在Hello Toby 找到 我的客人 變成了 他們有一個教練 在那裏 上次也是 多謝Einstein 他們幫忙 他在Hello Toby 拿到最多testimonials 這個非常好事 為甚麼呢 很明顯 很多客人 approve 他做得好的服務 所以他在那裏 拿到最高的testimonials 這是個好事 我是網球教練 我也很 appreciate 他做得好 你要明白 因為網球教練有很多種 有很多種 所以不會撞 因為你的客人是不同的 每一個人去自己的Market 每一個人有自己的Network 所以多些人做教練 是好事 我不會覺得撞 不過大家要知道 網球教練 是不需要考牌的 是不需要考牌的 你買個籃子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要小心 因為你分分鐘見到一些 是沒有牌的 沒有牌的 就未上過training 就變成初學者 要小心 如果初學者 我明白的 大部分都會想到 我要便宜 我要近 你要想到 你學了那些東西之後 你弄傷了 手尾更加長 我建議大家去跟一個 有牌的網球教練 不一定是我這個牌 總之你有一個牌的教練 OK 任何牌都好 去上過 去過 我對這個industry 要好的 我們想對整個industry 帶動一個industry 總之 你要找教練 有幾樣東西要找的 一 如果他有牌 學過很多牌 學過上課 當然這個很重要 第二 去打過 這個不代表一切 有些是打過世界級比賽 來做教練 等一下 不代表他是一個super coach 不代表他是great coach 一定要是 教得 打得 以及 為客人好 第三個項目是什麼呢 就是 他是不是想說他的事 給你聽 還是想聽你的problems and find the problem and find the solution 這是第三個項目 教得 打得 以及他想聽 和看 去解決你的問題 這是非常重要的 多數我們會看清楚 才會發聲 我發聲 差不多是 我們要準確的 但是 客人就不知道 因為他們會覺得 你發聲 但他們不知道 其實我看了很多次 我才會開口 這是對大家的 understanding 網球教練 當然不只是我做 很多 外面有很多厲害的教練 都會這樣做 所以你們要找出來 如果各位朋友看到這個broadcast 他們想找網球教練 不一定只有我 外面有很多網球教練 都很好的 不過你要找他們出來 多數是 打得和教得 indicate 你的經驗 最重要是 想有你的心 就是 他們想fix你的經驗 不是說 我想說很多coaching tips 出來 因為我想威 但也不關你的事 也不合理 也不適合你 所以你要確定 那些東西是幫到你 所以我們會教你 給我們網球教練 當然 我這個 course 是一個網球教練的 course 這樣說出來 因為這是澳洲的 澳洲牌 Australian Tennis Professional Coaches Association 澳洲網球專業教練協會 我是他們的education team之一 我是代表香港大陸和澳門的教育 當然現在 我們在香港就專注在這裡 因為疫情 但是 這個 course 不只是給教練 我們要寫在網球教練牌 有很多家長 會來上 檢查一下他們小朋友 平時訓練是否正確 以及為什麼他們會訓練這樣的方法 如果平時訓練的方法是正確的 我就會知道為什麼正確 或者如果沒有那麼好 未必可以幫忙 我們很鼓勵家長 和小朋友一起訓練 非常好 家長也要知道為什麼 可能有些家長是很successful business I'm sorry 你是很successful business 不代表你認識網球 對不起 Sorry you're not 你是expert你的 business 在網球場 you're not 所以大家要學怎樣去網球 才成為一個expert 這很合理的 我會不發聲關於其他business的東西 因為我不是其他行業的專家 但如果是網球的 我可以出聲的 所以大家明白這個point 就是家長 如果想知道小朋友是學得東西 對不對 you need to learn some too 就算你聽過很多youtube youtube不是一個indication of the experience 最多的朋友就是想轉行 不開心 你平時的工作 不開心 不要做 我們幫了很多朋友轉行 無論你慢慢做 我們會 discuss 在那個business of coaching 慢慢轉行 你做著part time 慢慢越來越多客 and then 轉 full time 你炒他 不是他炒你 你炒他 you can fire your boss 你做boss最好 你做boss 是你幫助自己 每一日辛苦 為了幫人的dream 幫你自己的dream 幫你自己的dream 你幫你自己的dream you fight hard for your dream 然後你的dream 你也可以幫到你的學生 得更好 你的學生想得更好 是你的dream 你幫他得更好 也是你的dream 這樣就非常好 如果你打工 你很愛你的工作 很開心 那是你做得更好 如果你是不開心 受氣的 不要做 你喜歡網球 為何不考慮一下 將網球變成你的事業 這是一個可能性 為甚麼呢 現在的世界變了 不是每件事都要很跟促 正規地做 很多事做都是很innovative 很creative 大家明白我說甚麼 給我一個yes 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think out of the box 不要每件事都是跟足 我要幫人打功夫 steady income 這樣做 這個世界已經不同了 2020年了 各位朋友 打網球 都不是 哦 推出去 哦 這樣打了 另一件事來的 拍攝和改變 我們全部都100% 我自己 當然不關這個事 我個人自己的business 我們出球拍 100% graphite 不同重量 我們連拍的cosmetic 幫客人設計 自己的學校 一知都會幫你做 這個世界變得很重要 變得很重要 因為covid 令到東西快 moving fast 所以如果各位朋友 想透過你的興趣 變成事業 要快點學 那你說 不是啊 我不是很勉強 其實你不用很勉強 你比你學生 就行了 你可以幫到他 你可以幫到他 achieve the dream 這個level 1 我想跟大家說 不是說你上演之後 你是天世界級教練 no 你是一個 kickstarter 令到你教初學者 你可以幫到他們 reach their goals why not 非常好的 最開心的事 就是幫人 有時候呢 我很想幫很多 運動員 因為有很多球員 很多老闆 他們其實都在煮老火湯 有很多東西在煮 你不繼續煮 你的skills會失去 所以很重要 你整個journey 帶著他們 不過你先要自己進步 OK 那麼level 2 就是advanced 這個levels 當你上完level 1 你就將他們的skills 變成level 2 那麼當然呢 level 2 我們會說 how to play and how to win and how to hit 就是advanced 這個就是advanced advanced level 就是intermediate 有帶他們去advanced 這個非常重要 我們會說的 strategies 單打和雙打 singles doubles doubles 然後呢 我們會有advanced technique advanced technique advanced technique 然後 forehand backhand serve 和volley 最少了 這個就是technical t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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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大家要記住 你學一件事 you gotta do it you see it do it coach it 你coach不到一個人 即是說你 不太懂了 如果你教到一個人 怎麼做呢 你真的去懂 這個不只是我說的 我的導師同學 都不是一個 是幾個同學 you wanna know that you know something you can prove it by see it do it and coach it right?非常好 那麼現在呢 就是level 1 level 2 我們很開心幫了很多朋友 其實轉行 非常好 有幾個呢 其實是ok的 真的ok的 有幾個上了level 1 然後呢 heanry 我不打算上來的 我只是專門教初學者 and that's not a problem 沒有問題 有些想再 教一些聰明一點的客人 因為你不知道 有什麼客人會有 可能contact你 有些真的聰明一點 不是每個人都會聰明 他們那些朋友 想再上一個level 去學多些 and we are willing to help 現在一個很關鍵的時間 現在我們有很多事發生著 所以呢 self-education 我們叫做self-education self-knowledge education self-education 現在非常重要 大家升級到 因為呢 你學多些東西 沒有人拿走 你學了的東西 你可以馬上用 而且是看你多積極 有什麼時間呢 是會有這麼多時間在手的 就是現在 現在就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叫 第二波第三波 我不知道怎麼叫 第四波 whatever 但如果你沒有東西在這裡 你怎麼去implement 對不對 你不是說 客人找你 你馬上去找個牌 我也不是經常host 所以變成 你一定要有一樣東西在手 如果你在練習 練習 隨時有個牌 或者有人想請你 我們會有兩張紙 兩張紙給你 一個是insurance 一個保險 一個是certificate 當年呢 我們包含的 membership 第一年 第二年呢 就是你自己想不想繼續 pursue coaching 我們都會建議 每個朋友可以繼續 這是澳洲跟你討論 去renew的 不是我的 我只是一個 教育 教育 我是負責去教好 我們的學生 展示給大家看 香港的coaching 是very very 獨特的 special environment 所以 大家知不知道 很多人 我在linkedin 經常都收到的email 很多人說 我給個fisa去 來香港教育 但我最近 是不給的 我是不做任何事 因為我覺得 我第一次要幫 幫自己有 為什麼有人想在這裡 積極去學習 去教育 為什麼我不幫他們呢 我是專注於 幫助地人 做了先 所以我都不喜歡 我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明白我說什麼 你打個yes給我 我其實很搞笑 他們真的覺得我傻主 我是 FORMA的 ATP 世界級的practice partner 我跟誰 practice過 OK 你有沒有ATP 掌握 對 我之前沒有 但因為比賽 我沒有 你有沒有 其實跟大家分享 我搞笑的 你有還是沒有 你跟我說沒有就行 很有趣的 你用這個有 我一打下去 沒有名字 那 resume 已經是進去 trash can 所以呢 另一件事 就是大家都明白了 香港教球 一定要 教得 打得 有concernful的客 還有你要懂得 還有其他東西 很多 不是說你要成功 就是打得就可以 有些 以為 他很能打 他就很懂 其實這個是no 為什麼我知道呢 因為以前我是這樣 我以前 其實我教了很多人 當然我有第三件事 我是很為客人想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之前經過很多 走錯很多路 我以前成長的時候 跟很多教練 我們不會放過教練 但是有很多 是不可以的 但是有很多 很厲害的 所以我們知道 教練是很重要的 他每一舉一動 是應該看完整件事的幫助 所以我之前 剛剛打完比賽 就是世界級那裡 就這樣打 退役了 有這個 還有第三個 但是後來 我考完這排 我覺得整件事 變成了 因為我已經是 more knowledgeable 去幫我的客人 是應該做的 當然我是之前 被人弄一弄 我才去踢一踢 我才做 但是我現在 都很感謝他們 另一件事 就是 繼續是 non-stop improving 有很多 上完Level 1 我坦白說 我知道了這個list 很多學生 我們教了很多年 上完Level 1 教我球 有些少少客 覺得 很厲害 我現在很厲害 原來現在 其實我告訴你 那些客人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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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有很多life situation 例如moving business 小朋友 外國錄書 或者經濟成 都會停 所以如果你不繼續 去 improve 你自己 那些客人會走 所以 基本上 conclusion 就是 第四個 就是不停地學習 不停地學習 然後 當然 你要示範到你的 其實這個list 是很多的 所以我們會繼續 跟大家分享 這個 Level 1 Level 2 我們upcoming 網球教練的課程 當然 我們是 在我們的 hotel 那裡 host 我們是很舒服的environment 是沒有人騷擾的 所以你可以抽一兩天 來 involve indulge in tennis education Henry 我請不到假 或者什麼 其實 可以的 有很多人都試過請假 我告訴你 這件事 就是 你付出了少少時間 付出少少的 financial的事情 你會很快拿回來 因為我們business of coaching 教你們 變成如果你不去做這件事 你不去absorb the information 你很難去 脫離你現在的situation 你沒有一條新路 讓自己走 我知道 因為我走過 所以 變成 很重要的是 你要明白到 現在香港的situation 尤其是網球 教練 網球 那個行業 Tennis coaching 是非常有很多 opportunities 不過你要去prepare 你自己 Ready to take advantage prepare 是幫助 opportunities 變成如果你自己 不給自己 有誰會給自己 對嗎 希望大家這個sharing 可以了解多一點 我們這個 ATPCA的網球 教練課程 我們這個已經幫了很多人 我們很開心 這就是sharing 看看現在哪個朋友在看 HELLO Sunday Sunday 現在呢 非常開心 我們這個課程 遲些在八月會再 host 對 要報名 快點報名 因為我們有一個early birth 可以給大家的 對 遲些再跟大家分享 多一點有個提示 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時問出來 為什麼呢 這個課程 也可以更改善你的 Tennis standard 因為你更改善你的心 你更改善你的身體 你更改善你的身體 然後你整體會更改善 謝謝你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多一點有個提示 希望這個課程會見到你 And See ya Bye Bye